西九達人Johnny呢? Hello Karen Hello 你在做甚麼? 我看今天放假很難得在市區找到這麼大的草地 就來休息一下放鬆一下 現在西九龍處處都變得很green 是嗎? 是呀 跟著我 先說說這道西九藝術公園已經成為市區的陸廢 就像美國的紐約中央公園一樣 每逢假日很多年輕人來這道野餐和表演 又可以沿著海濱橋樓踩單車 在海旁餐廳吃東西看看書 所以這樣多捨意 你幻想一下 當整個西九文化區落成之後 集藝術、教育、公共空間於一身 成為全球數一數二的大型文化區 將香港發展成為亞洲文化藝術中心 其實不只西九文化區變成了 就連深水寶居都不同了 不再是以前的舊式工業區了 你看一下南昌公園 它是全香港這麼多的公園裡面 擁有最大的草地面積 每年春天都有很多人慕名而來 欣賞黃花風鈴木 不說還以為去了日本 其實這一區還有很多交遊和文化的好地方 例如嘉頓山、櫻巢山的自然教育經 遠一點石結尾 有賽馬會的創意藝術中心和美河樓 都有很豐富的香港歷史印記 至於住屋方面 這一區都逐步變成中產的聚居地 近年有不少上車盤相繼落成的 包括長沙灣衣局街 就有由街兆業和宏達控股發展的賢雅 提供開放式同一房戶 適合單身和新婚夫婦住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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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项目距离港铁南窗站和深水堡站 大约五分钟的步骤 享尽三线铁路优势 而且区内周围都有巴士和小巴 穿梭港九新界 睡晚一点才上班都不怕迟到 近年西九龙发展是怎样呢 西九龙近这二十年急速发展 由最初荔枝国的星月居宏景台开始 慢慢附近的工厦转型为商场和写字楼 像D2Place一样 在去年港铁南窗站的上盖 有大型商场开幕 吸引了不少国际品牌的进驻 成为了年轻和年轻家庭的最终地 至于未来发展的重心 就要数到海滩街和通州街桂林街一带 后者会发展成设计和时装的基地 而隆近也有一幅海景的酒店地王 连接住西九文化区和高铁西九龙桶站 稍后你将会见到这区的环境不单会员一身 还会是新兴的旅游热点 你令我想起一篇报道 是一宗国际新闻来的 就是说世界前四十最cool的社区 深水埗是排第三的 只是仅次于美国LA等地 报道提到深水埗成功体现新旧文化共融 不少文青咖啡、手作店进驻的时候 亦都保留到怀旧小店和米芝莲街头小食 很吸引游客四周探访 不知道这区多不多上车盘呢 近年在长沙湾和深水埗 有回缩的新楼有很多落成 例如大四起、海泊汇等 而且都是以中小型单位为主 涉及银码不大 又可以配合高程数按键 首期被消了上车更加轻松 还有我们周边有很多学校 政府大楼和写字楼 租务都很暢旺 赤租维持在五十至六十五元之间 那这区有没有投资潜力的? 当然有 这区的重现发展项目越来越成熟 间隔又多元化 有一房、两房、三房、三房套房 甚至连四房都有 所以由分支上车、组织家庭 甚至生而育女都可以在同一区实现 绝对配合共融的概念 投资潜力无限 赤九龙已逐渐发展成为 年轻人的袍点和聚居地 再加上近年政府 积极将这区打造成文化及商业的重地 相信这区很快就会成为 大家最向往的居住地方 但是我们看我们下来 我们下一个小期待 我们下一个小期待 终于下一个小期待 请不吝点赞从明镜放映载 pessoa